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之際 美國與日本10月26日在日本舉行名為 利劍的陸海空的聯合軍事演習 據美國媒體報導 美國海軍陸戰隊日前宣布 在印度太平洋地區正式成立第二個F-35B中隊 日本智慧隊與美軍10月26日至11月5日 在日本舉行大規模聯合演習 包括離島防衛作戰以及太空、防網絡黑客、電子戰等 而10月26日至29日 正逢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 日媒24日報導 根據日本防衛省發布的信息 這場名為利劍的美日聯合軍演 日本自衛隊將出動約3萬7千人 艦艇20艘、飛機170架 美軍將出動約9千名部隊 還有一艘加拿大軍艦也將參與演習 根據報導 演習區域是在面朝東海的鹿兒島縣 西南約200公里處的 吐國拉列島、鄂蛇島進行防衛訓練 把該縣另一處無人島用作智慧對基地 以及美軍軍機訓練場的計劃也全面啟動 演習假設該島嶼被入侵 美日聯軍將投入部隊以確認擊退敵方 演習周圍總計約9公里面積 報導提到日本最高軍事指揮官 山崎恒怡將軍說 日本周圍的安全形勢變得越來越嚴峻 這個給了我們展示日美力量的機會 報道中介紹日本最大的軍艦加賀號 準航母將與美國航空母艦列根號及其護衛艦共同參與 加拿大皇家海軍的哈里伐克斯及護衛艦 溫尼柏號也參與本次演習 資料顯示日本的準航母加賀號長248米 延闊38米 吃水7.5米 採用了傳統式飛行甲板 幼鹽艦島等類航母佈局 該級艦滿載排水量26,000噸 剛剛從南海和印度洋巡邏歸來 將於2021年進行改裝 容易搭載F-35隱形戰鬥機 另外共同社23日報道 據航空自衛隊介紹 空置F-35A戰機 曾與美國海軍陸戰隊的F-35B戰機進行過訓練 但與美國海軍則是首次 空置說明表示 訓練目的是提高日美共同的應對能力和部隊技能 10月25日 美國防務網至網站報道 美國海軍陸戰隊 日前宣布在印度 太平洋地區正式成立第二支F-35B中隊 據報導說 根據美國和日本政府之間的共同協議 美國海軍陸戰隊 242戰鬥機中隊進行重組 用F-35B戰機取代F-A-18大黃蜂 這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年度航空計劃中的一部分 依據介紹F-35B代表著美國海軍陸戰隊航空兵的未來 最終將取代AV-8B要垂直起降戰機 F-A-18大黃蜂戰鬥機 EA-6B電子戰飛機等海軍陸戰隊的各類機種 它具備很多老款戰機不具備的功能 比如隱形能力等 報導中提到第一海軍陸戰隊聯隊 司令官麥克菲利普斯說 F-35B令我們有控制空中和海洋的作戰能力 令我們沒有對手 麥克菲利普斯表示 F-35B的能力很強 令我們能夠在短時間支援艦隊 在需要的情況下 F-35B有能力對美國海軍陸戰隊艦隊 以及盟友予以快速支援 他被部署在日本沖繩基地 不是偶然 這體現了美國對日本以及亞太地區的承諾 為了解連熱畢計劃和貧務 祭武斯的並行為 优优优优独播剧相聲 主要詞